去云南旅游,结果却在大山里迷路了 前几天想出去旅游,和朋友们商量了一下 大家打算一起去云南大山里徒步 就这样我们两男两女一行四人就出发了 徒步当天呢,我们找了当地的一位向导 进山之前一切都很顺利 没想到刚到了山里没多久 我们就和向导走散了 走着走着,我们的向导不见了 用手机打电话给他 信号却断断续续地听不清说话 我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Ego觉得应该按原定计划继续前进 而并却认为应该原路返回 两人争执不下,甚至在湖边大打出手 获得胜利的BIM带着我们往回走 但是没有向导的我们却找不到了回去的路 就在我们将要精疲力尽之时 遇到了一位牵着马的大叔 大叔了解我们的遭遇后告诉我们 只要让他牵着的马骑人就可以找到出去的路 马骑客人? 但是这是一匹玩马 在古代是专门负责拖拉粮草和大炮的 一行人在商量许久 抱体重看体格 之后一致认为骑着我比较搭 我跟马搭 所以我光荣地接下了被马骑的任务 并给他起了个与我很配的名字 叫小飞 我可以给他重新取一个名字吗? 他可以叫小飞吗? 但怎奈山路崎岖 蜿蜒难行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以后 才发现小飞的脊梁不堪重负 被我颠得他下去了一块 哎 我真的好对不起他 为了惩罚自己 我一个人吃了388的烤肉 我个人吃完了 OU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